我今天我们刚才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一点了 来家们咱们把赞再点一点哈 再再点一点 然后你们没有分享的 把我们的直播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哈 感谢你们欢迎大家 咱们把赞再点一点哈 没有加粉丝团的 咱们加一波粉丝团 欢迎大家 我说实话我真的很急着 嗯 不来的话呢 我觉得哈 嗯 试试歌结束 说爱没 找他干嘛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我来找他干嘛 昨天晚上你们都没有开直播吗 试试阿姨们 昨天晚上有没有看直播的 有的话你们可个也 没有的话可个让我看一下 对 试试阿姨们我现在很紧张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有没有 来过这些地方 是不是没有见过什么 没事 你不是还有我吗 是不是家们对不对 开了三个多小时 对 差不多四个小时左右了 真的 还有我们在这里等了 都等了一个半小时 都快 对 都放到还没吃 他都没了 他他这个人 嗯 不是 不能这样子说 那让我们跑了那么远 还没这个人 是不是 人也可能是有事情的 是吧 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 我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他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忙 他快要到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等 嗯 找他干嘛 就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 很多家人们都还不知道 昨天可能 我们开播了一会儿 你们很多叔叔阿姨们 没过来看 嗯 对 来哥姐 叔叔阿姨们 咱们可不可以打一波加油啊 加油好不好 打一波加油 支持我的叔叔阿姨们 咱们打一波加油 我现在很紧张 真的 我的心一直都在跳 我说话都说不清楚的那种 嗯 来哥姐 叔叔阿姨们 我们的老粉 我们的甜粉 我们的家人们 咱们打一波加油 好不好 嗯 对加油 谢谢大家感谢你们 因为我只有你们了 真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才是我 我你们的一句加油 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我特别害怕 我特别紧张 但是的话呢 我不来找他说清楚的话呢 呃也不行 我要亲亲者自亲 毕竟虽然我是农村人 虽然我什么都不懂 送货上美啊 咱们其实啊 可能昨天我们开播 开播的原因 你们可能没听到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是专门过来 找这个一老板的 嗯 今天我们开着直播 跟你们看 跟你们说 咱们一起有什么事 一起解决好不好 对 你们想想吧 阿姨在山下种自己的玉米 结果一看抖音 很多叔叔爱们 都那些 发的信心哈 的粉丝们 发的很多信心 都是因为阿妹而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过来 给他说说看 什么情况 对不对 对我们要 我们要给他 当面的说清楚 然后这样也给他的粉丝们 一些交代 是不是啊 我不可能虽然 叔叔爱们 我虽然是个 农村女孩 没有 没有为话的人 但是我不可能 被这些黑锅 无故的 是不是啊 你们也知道 我最近都没有更新 视频没有开过直播 因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忙 真的很忙 在种玉米 这样的样子的 昨天打开抖音 全部都要爆炸了 那些信息 真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 我今天 我昨天我就跟你说 让我今天亲自来 呃 就是带我 接一下 这个一老板 然后我今天 你带带我来这里了 我们呃 开车到这里 差不多要四个小时才到 然后我们现在 等他一个多小时了 他还没有忙我 他说他 一会儿就到了 来直播 这个叔叔爱们 咱们进来的 把赞再叠一叠 然后没有分享 我们直播的 咱们帮我分享一下 把赞在网上面 叠一叠 好不好 家家粉丝团 叔叔爱们 嗯 谢谢大家 感谢你们 家们我们 呃 我们也不骂 任何一个人啊 但是我们也不想 被任何人的黑过 不想被人误会吧 是吧 可能我们直接 有什么误会 但是 所以等一下他 他来了 我们就把这事给说开 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不好 对 你们把赞在点点 没给他们关注的 就给个关注 对 叔叔爱们 嗯 你好 罗阿姨 你好 来叔叔爱们 就是我们直播间 现在呃 有七百多个人 马上要八百个人了 可能也有那些 也有一些就是好的 也有一些坏的 但是叔叔爱们 支持我们的 咱们锅片上面 全部打一锅支持 好不好 我相信我们的家人们 就是都是呃 相信叔叔阿姨们 都会支持我 我们的甜粉 我们的家人 都会支持我 呃 就是很多人 在这里说不好听的话 我也抓住 没看见 我又不是那种 一点格局都没有的人 是不是 呃 就是支持我的 叔叔爱们 我真的和感谢你们 支持我们的 咱们打一波支持 毕竟叔叔爱们 你们说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有什么 啊 有什么话 我也不想这样子 谈指也是中权 是不是 让他们这样子 一直误会 我也是不喜 所以我们今天 专门亲自过来 找这个一老板 问一下他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现在应该也要 马上要到了 叔叔阿姨们 我们现在 他给我发的 这个地方 一个人都没有 啊 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他说 他马上就要到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等他 对 是的哈 支持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 叔叔阿姨们 全皮打一波支持 好不好 把赞再叠一点 把赞再叠一点 不要让那些 就是专门在我们直播间 找垂在给的那些话题 我们不要看到 希望我 是吧 我今天来 我今天来找一老板 是 也给他的那些粉丝 给我说的那些粉丝 一个交代 也给我们家 我们家的粉丝们 一个交代 是吧 叔叔阿姨们 谢谢大家 感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 把赞再叠一点 叔叔阿姨们 把赞再叠一点 可能 可能这件事情 对 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从 山下开车 开了四个小时 都到这里了 对 在这里之后 我们都等了他一个小时 快要两个小时了 现在 是不是 快要两个小时了 都还还没人过来 对 我再问一下他 你说 我觉得有点 有点 我问一下 这个这个一老板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 咱们其实 不管他有多坏 是不是 都没事 咱们都不怕 是不是 咱们一家人 有那么团结 是不是 所以咱们不怕 只要你们一直都在 支持我们两个 我们都不怕 咱们 好不好 对 只要我们的家人们 在我们的 叔叔阿姨们 在我们的 我的干 爸爸干 妈妈们 在我不怕 叔叔阿姨们 也很多叔叔阿姨们 在关心我 不要给他 闹痞 是不要 不要 就是心里面 不要有太大的压念 很多叔叔阿姨都关心我 那有个人说 不能这样说一老板 是不是 我们没有说一老板 什么 我们只是今天来找他 是就是当面的 想他来了 我们就当面的 好好聊而已 我们来找他 并不是说他不好什么 咱们你们想想嘛 我们从莎莎开车 开了四个小时 是不是 对 到了这里 现在都等了两个小时 我说他了吗 我就说他不 不守信用 懂不懂 没有 是不是我们都说好了 都现在我们在这里 饿着肚子 等他两个小时 人家可能在买 人家可能在买 这些可以理解一下 我要的 我要的就是什么 我要的就是 他来了 要给我一个 对 人家麻烟 你要跟我嘴吹的一个时间 是不是 我们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 叔叔爱们 真的 你想想 这个有点气人 我们只是把这件事 说开了 就走了吗 叔叔爱们 把赞赞点一点 直播间哥姐 叔叔爱们 来一起 一起 一起点点赞 点一下赞赞 好不好 我们直播间 有一千多个人了 把赞赞点一下 谢谢 家门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 对 等一下你们现在 应该六点钟了 你们应该都吃饭了 你们都不要走 等一下我们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把这事都说清楚 好不好 要当着你们的面 我们要说清楚 也给他的那些粉丝们 一些交代 是吧 也给我们 叔叔爱们 我们的粉丝们 争一口气 是吧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就是虽然我们 什么都干不了 但是我们也不是 让别人这样子 爬到我们的头上来 是不是 叔叔阿姨们 对 来支持我们的 打一波支持 哥姐 叔叔阿姨们 为什么昨天 在直播间里面说 说了呀 肯定说呀 不说 是不是 不说我们找不到他人呀 叔叔阿姨们 该说的咱们肯定又说 咱们咱们 对支持 不忍识 不忍识 叔叔阿姨们 咱们也不忍识 来 没加粉丝团的 咱们加加粉丝团 没有点关注 点个关注 把账再点一点哈 到底是谁 谁是受到了伤害 叔叔阿姨们 我也不知道呀 你们也不知道 是吧 你们也知道的 我最近一直都很忙 都没有时间 都没有给你们更新视频啊 也没有开过直播了 我一直在种玉米嘛 所以说 昨天我一打开抖音 全部都要爆炸了 真的 各位解释 叔叔阿姨们 所以说 我想着是要 当面的给他说 当面的给他聊 把这些事 说清楚的 你这个愚妇嗑 你能不能把你的嘴巴 发干净一点 没事 让他们说吧 就是也有一些 你不管是谁的粉丝 你愿意看你就看 没事 行不行 你不愿意看 你可以走 好不好 没事的 你要大堆一点 抓风卖啥 你能抓什么吗 你你转一个 跟我看看 你能抓 你转风 你能等到什么呀 这怎么有人说 我肚子都疼了 没事 叔叔阿姨们 来支持我们的 咱们打一波支持 支持我们 大家们打一波正能量 把那些粉丝 那些黑粉 不要在这里面 找那些存在感 好不好 对 打一波正能量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打一波正能量 谢谢 谢谢 你问一下 给那个一老板打电话 问一下 大娘就给他打电话 问一下他到哪里了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我们要不要打电话 问一下 要打的话 你们就打个打 因为我们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了 你们说我们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要打的话 你们就打个打 我们就 我们就给他打一个 真是打吗 他们都说要打 我给他打啊 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对我家吗 到了啊 你来做一下吧 我们开着直播呢 对 这就有 有些事我们 对 也那个手机上面也说不清楚嘛 什么想 所以 你在开直播 对我家开着直播 你做嘛 有什么事情 就是 直播间讲嘛 这么过来大杀 就是 有可能在直播间里面的话 就是说也说不清楚嘛 然后我们今天专门来找你问一下 不是很多人都说 你和你的女朋友分手了 然后说是我的原因 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这个跟你没关系 但你的那些很多粉丝说 都是因为阿妹 你看这个搞的鬼 所以我们 这是不是 我们在山下终于运吗 那时候也没看手机 结果咱们昨晚一看 哦 绝对就是乱套了 是什么 所以 我们想当面跟你问一下 这到底什么情况吗 对 我们昨天也没什么事 这个事情跟你们没关系 其实我也不想 这个事情都过了 过了十多天了 对吧 我也不想去说这个事情 你们过来 吃饭了没有 我请你们吃个饭 没事没事 我们吃了 我们吃过了 然后就是我想问的是 就是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呃 我也是吧 我也 我又 我跟你又不认识 然后还有的人说 之前我给你 呃 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 什么都是我 然后我 这都是乱套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我也不认识你是吧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的 不认识你 然后我想把 当着这些粉丝们的面前 我也不知道直播 现在有没有你的粉丝 说我的那些人 也不知道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我们就当着 当着面 就是给他们 聊清楚就可以了 也没有什么大事 我昨天直播间都讲了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大老远跑过来 就为这事 没事的 就是 是吧 我是一个 我们不认识嘛 就是我是一个 农村的一个姑娘 就是农村来的 没有违化的 但是的话呢 我没有做什么 然后也不可能让别人 这样子爬到我头上来 也不想被别人误会什么 我想的是我们直接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然后当面的说清楚就好了 我们都分都分手了 对不对 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也没有在 我们的直播间提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这个事情咱们就不提了 你这个分手了吗 是不是 分手了你们 分手是你们嘛 是不是 但是有很多人都误会了 那咱们把这个误会 解开了就好了吗 我们没必要 从沙沙里面跑到来 这里找你 但是呢 因为很多粉丝们都这么说 我们心里面也有点不舒服 所以过来找你的 这个事情就不聊了吗 所以我带你们去吃饭吧 这大老爷都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吃过了的 我们就给好好的聊一下 你也给我直播 接着我的粉丝们聊一下 对 就是你也给他们聊一下 今天忙了一天了 哎呀 昨天晚上也没睡好觉 眼睛轰轰的 我觉得你挺好的 就是 然后我们 你也给我的这些粉丝们说一下 也不知道你那些说我的那些粉丝们在不在我的直播间 本身不想让安倍他们这么远的过来 有什么事情 我觉得在直播间讲就可以都在家吗 有什么事情 其实直播间讲就可以了 直播间的话也说不清楚的吗 很多话都是这么远过来干什么 没事的 就是来来跟你借一下面 随便就是我们认识也是一组缘分吗 是不是 还是把这些话说开 可能我想的是我们之间 可能有一些是不会的 然后让你的那些粉丝们 会觉得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人 我是一个坏人 没有 我觉得这有些事情 你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对我们莫名其妙的在上上干活 结果一看手机 很多人都发 一位你们的分开是一位阿妹搞的鬼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来去了吗 所以我就昨晚也开了 二十几分的播 给苏苏爱妈家里面都说过了 我们今天要来找你 也跟你联麦了吗 是不是 现在把这事给说开了就好了 你不直播间的家里面 我的粉丝 有没有我的粉丝 有的扣个一 对 最近有没有我的粉丝扣个一 有没有我的粉丝扣个一 全是你们的粉丝 有 应该也有你的粉丝 对 你们知道我从来 骂人的 从来我从来也不想去说别人的坏话 是吧 家人们 就是这个事情 我还是坚持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没必要 就是没必要去再去讲 其实今天我们也不想把你们卷进这里面来 到时候两边的粉丝去带这个节奏 本来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跟我跟他自己的事情 过去就过去吧 其实我们今天来也不是说为了呃就是什么 就是想只想也不是说你不好就是就是要说清楚 当面说清楚 把这个误会解开就可以了 就那样子的 我想的是我们直接肯定是有误会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情 就是之前 不是很多人都说 你的那个前女友给你打电话的那个 我哪有前女友你好好说话 什么我的女朋友还是前女友 我哪来的女朋友 你不要乱说话 一个不是有一个人帮助给你打电话吗 一个女的 然后很多人都说是我 是我给你打的这件事情 虽然不是我 但是关于那些事 我还是知道一点点 他们你不要说了 现在都乱透了 那些就不说了呗 咱们你们想不想听啊 但是不说的话 他们粉丝们 他的粉丝们都一直认为我是个坏人 对现在都一直搞得那么乱透了 我们就你打的 我们就不说了啊 我肯定知道不是你打的电话 我都没有 我都不认识你 没有你的联系 凡事 我怎么可能会给你打这个电话 是不是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你知道是谁打的吗 他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要说吗 不说的话 他们会 说了更更乱了 不说咱们不说 现在一直都没没什么事 他们都找到你头上来 你还要说的话更乱了 家人们你们说我要不要说出来呀 叔叔阿姨们 对啊 对 是的 那个 你是不是知道是谁打的吗 我肯定是知道一点呀 如果不知道我也不会说 你不知道 你哪有知道吗 是不是 不是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的吗 那件事情 我知道呀 但是咱们不说吗 家们都说啊 不说啊 不说咱们 不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说 现在这些先这些 呃 他们都分手啊 或者啊 啊自莫非 一老爸的都分手 这些事我们都成到我们头上来了 都头头疼了 那些话就不说 确确实实我是知道的呀 那个那件事情 你确定你知道吗 不确定呀 不能说 我肯定确定是我知道的呀 我真的不想参与你们的事情 不然的话 我知道的很多 真的 你为什么会知道 家人 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我现在很好奇 你怎么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肯定是不知道的呀 你 你就是 其实说实话 你也是一个好 好人 我知道 因为 很多事情 你都是被误会这些 我都知道的 只是我不想参与你们而已 对 有一件事啊 上次阿妹神秘的时候 你都 你很多粉丝们都说 你很关心阿妹 今天过来的 这是我们很感谢你 对 但是你们这些这些分手的这些事 把阿妹都逞起来了 所以我们只是想把这些说开了 我现在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 家人们 知道就知道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们这是不是 这个是 我也是无意皆知道的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们说不清楚 今天就别走了 我们又没事了 是不是 我想说就说 我不想说就不说 是吧 本来我现在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得好好的聊一聊 对不对 家人们 你看死死死活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我的粉丝吗 不知道 我们的粉丝也有啊 对 我们我们的粉丝也有啊 我们的粉丝 既然你们都来了 上一门 既然你们都来了 你们又说你们知道 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 对不对 家人们 这个事情我一直我也想知道 我相信我的粉丝们也想知道 你看你说都是你的粉丝吗 我们的粉丝还是很多了 你看嘛 我们的粉丝也多呀 咱们家粉丝抠个三 看看 咱们家的粉丝抠个三 既然你说你知道 对 我们我们的粉丝抠一 一老八的粉丝抠三 虽然我的粉丝没有你的多 你这句话可能是说的 意思就是我们的粉丝很少 在直播间 你们现在有两千多个人 差不多三千个人了 但是的